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矩池雪玲 有馬兒 技花先生 二人者 何馬仔 上一集講完一部份的舊翻 最精彩的一套都是 我不存在的都市 聖事 今集中 雖然大家覺得一套很黏 但我覺得真的很精彩 慢慢看下去就覺得那種味道 是真的出來了 但節奏真的很慢 要頂得順才行 我覺得節奏慢都算 反而是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失望 可能我之前期望太大了 你期望多些人死嗎 不是一樣 不如我想過那些人應該會死 因為最後有露腿 不過不要緊要先講 我們第一套要講 就是這個《灰宇幻生者格林無嘉義》 我在第12集中終於記得了 我終於記得了 我都記得這個名字 是啦 我很少學這些外國名字 我記得這麼清楚 而且因為《哥布林》終於在第1990集之後 開始不出現的關係 所以我記得 神經病他們叫《哥布林 Slayer》 第8集 《哥布林 Slayer》 所以《今季》 即是這部《輕小說改編》的作品 最主要是一群少年少女 進入了一個異世界中 奮鬥的故事 其實這套可以跟今季有一套絕對的比較 在哪一套?在世界上 沒錯 它是一套對比 我都猜就贏了 別人那套幸運 EXD 到這套幸運 F of the E 真的 他們不是全部槍兵來的嗎? 一個人進入異世界 真正地會遇上一個正常的人 會遇上什麼事情 他們兩邊同樣都遇上什麼? 金錢的問題 如果為美好世界獻上祝福這套 他們說的是金錢 他們說的是什麼? 他們說的是很表面 這套說錢這件事 他是說得很成功的 他比過往任何一套 即使沈洛河維桑這些 都不夠這套 說得那麼仔細和那麼清楚 那M那套呢? 哪套M那套? 很久之前是胡松堯那套 都不夠 竟然? 這套說得窮到底褲 那意思 不是 魔王也是說錢 進去到麥當勞 都不夠 他不夠這套東西 那麼著地 那麼深入 其實你真的可以形象化到這套 你要知道這套的單位 就是每一件事 究竟是多少錢 其實我有記錄的 很重要 有本的加計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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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這個世界的單位就是 一個金塊 等於一百個石包 一百個石包 就等於一千個卡牌 即是等於什麼呢? 高、銀和卡牌 和卡牌 的概念 那麼不同 是的 在整套裡面 提及過的東西 我們之前說過 買一條二手的底褲 是需要 我用三十個銅幣 就可以買到一條二手的底褲 然後 買一個頭盔 二手的頭盔 是需要二十五個銅幣 是需要二十五個銅幣 即是給他二萬五千個 好像黃國兄那些 然後 改裝裝備 是需要 數十個 香港是沒有說得很清楚一個數字 數十是銀幣 然後 學死動 是必須用四十個銅幣 沒有 但是 你說升級一人 只是需要一個銅幣 所以 幾條底褲 一條底褲 四條底褲 買底褲30個copper的嘛 那他比底褲好 不是啊 四條底褲你就可以撞一條人了 先買一條背的底褲先 先銷一條人 再買一條背的底褲就可以撞一條人了 如果一條新的底褲 我當這些折教通常是1.5的話 其實是什麼呢 你撞一條人 其實都是需要一條底褲的價錢 你就可以撞一條人了 我真的覺得 我聽完之後 其實他想表達的就是一個角色的死 一個義勇兵的死是多麼廉價 我看完之後說 我真的好形象 我完全看到黑道人是什麼呢 只要四條舊底褲 要拿出來的舊底褲 你錯啦 如果你是隊友在迷宮裡面死了的話 你下次賣出去的時候 一個屍體都不用告訴你 我覺得類似 講自樹神的底褲死多一點 千降之密的感覺 我們經常講電影女伯 就是一張紙巾一條底褲都有它的用處 所以這套動畫就證明給你聽 就是一條舊底褲都有它的用處 我明白了 有錢賺 Bibbas寫了之後 將底褲跑下來 賣掉它 就夠裝了 然後衣服拿去賣掉就有錢賺了 所以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金錢的觀念 當然我剛才說的 他在貫穿了整個二十二集裡面 當然其實我最後再說的就是 最終你說什麼呢 殺了一隻叫做地精的王 死亡班 就有三十個金牌 真的有幾條底褲 真的有幾條底褲 你自己截算是很辛苦的 計算是三十塊和三十金 我要王國興 麻煩你不要用底褲做單位 他那些什麼二萬三千五百幾十 他這套東西真的是什麼呢 是很切實的 就是用一個 你進入了二世間之後 你要煩惱的一切 當然他裡面就用了很多金錢的東西 其實最重要就是 生活因為要 當然你說在這隊 我們新聞的女工說 這一隊的 建習義勇兵 哈爾、阿馬拉多、阿馬古索 他們這一班人的構成 一個就是賊 一個就是戰士 神官 黑暗騎士 猎人 和魔法師 我之前也說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團隊 當然其實故事就是 大家都記得深刻說過 我是看死 阿馬拉多 是要死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 Viki 沒有看過原作任何的東西 一看就知道這傢伙一定是死相 哪有神官站前線打的 你看到我坦達站後面 才恐怖 是 阿斯蘭 這個是證明他們的團隊幾個不濟 不過正如 為何樹林說 就是當時很確定 大家會覺得馬爾多會死 就是因為馬爾多不死 那個劇情推進不了 不是 是他死 他是最有能力的人 如果他可以推進劇情 最精彩的就是有能力的人 對 有成長 但最值得死 這件事就是什麼 那一集就告訴你 隊伍開始有成長 那時候就要死 不是 我們新番廣眾 我不是說 最想看是他死後 藍德怎樣改變 最後留下他 我就又是他 你說馬爾多的死 叫做他立了幾個Flat 在裡面 但我還是有抹底的 你做什麼 看得很專心 我看得很專心 你明明一著眼點 應該在這個高片上面 主角當然是最後才說 你現在做Book Keep 那首先就是 這個人 這個人 首先就是 跟哈爾 聊天晚上的心情對話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 好像有些交代身後事的感覺 你才是Flat 對 Flat 我想問他跟那個魔法師 女魔法師聊天 那個算不算Flat2 那個整體是死罪 那個簡直是 那個是最後一支死罪 那個是什麼 一個沒有錢 買東西吃 不夠東西吃 然後還要灑稅 去拿東西吃 去餵鳥 老實說 你們不是不夠錢 然後還要很瘦 餵東西吃 然後還要裝扣女 我覺得你死定了 這些變回小學生的問題 要錢要命要內褲 這個是做鬼也風流 這個組 在他們叫做 開始順利討伐到一些落單的哥布林之後 令他們維持到他們日常的生活 對 之後 然後 因為一次的意外 令到馬勒多犧牲了 他想說的是什麼 馬勒多對這個團隊的重要性 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大負擔和興奮 主要是因為馬勒多做了他所有的事情 簡單而言 他做了什麼呢 聽 DPS 笑 嘗嘗 嘗嘗 簡單而言 就是他應該彈殘 但是他還要做了心理輔導 和追求女 重點是 這個很重要 他一個人打他怪 但是打回來的錢要分六分 我覺得都要被他追求女 你不可以這樣對待這個角色 對吧 他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一定不轉職 我還是不做人類 我還是要做亡靈算 他希望就是 他死了之後 有個女神跟他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外掛 你就去另一個世界 誰知道他肯定說 我不做人類了 哈爾 然後他作為一個鬼魂 他就前著哈爾 雖然我應該是幻想來的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他最終叫做 因為真正 馬勒多真正是因為什麼 他用他的魔力 拿來照顧隊友 令到他最後 重戰重傷的時間 不夠魔力 去令到自己回復 而之後喪生的 不是 這裡動畫好像沒見過 這個回復師 是可以回復自己的 不是 你可以自然 我現在的傷勢也可以 和哈爾好像沒有做過 他之前就說到 其他人醫太多了 他到他醫治的時候 沒有了魔力 他就不可以做冥想 去回復魔力 梅里最後就回復了自己 而且那件事的對比就是 當一個成熟了團隊 就不用所有的魔力 給梅里去 他在訴說這個團隊 其實是什麼呢 他們還是極度不成熟的團隊 他是一個 馬勒多最終臨終的時候 跟哈爾說 哈爾 就說哈爾 然後就死了 然後 一大堆劇情 就是他們真正面對死亡 這個經歷的時候 他們怎樣站起來 不如說他們沒有了一個坦 沒有了一個DPS 沒有了一個Q 沒有了一個Q 那你不如說他只剩下底線 你想一下他怎樣賺錢 你想一下他怎樣賺錢 找個個 所以 所以最後的故事的成長 就是告訴他們 他們各自做回一個Q 各自做回一個Tank 還有一個GPS DPS 你們不明白了 之前呢 是四個男人對兩個女人 但現在就變成三個男人對三個女人 大家有了對象之後 就會很勤力去努力工作 就是 但你發揮成功 怎會呢 Morcusa那些 對象是麵包和丟黑飛機 那些 那個失落那裡 其實我覺得處理得不錯 就是你看到 你都會覺得 這班人究竟可以怎樣 你知道就是 這班人沒有所有叫做什麼 他不懂神聖劍 他也不懂聖爆棋林斬 就是這些 那麼喜歡外國的技能 他們沒有這些 只是一個很普通 就是他們還未能夠獲得 義勇軍的資格 那個勳章 對 而Mike 再提一下 提一下 一個金幣是大區 可以換到一個 義勇軍的勳章 對 自己再計一條狗虎吧 對 不過我也覺得 那裡好的理由 在於 正如觀眾 你也是跟那班主角一樣 你不見到 這個角色死了之後 就很難很深切批會到 原來作為一個 是這麼支柱 不但只是說 團隊上 是情感上的支柱 我反而覺得 在那裡 雖然是 你的位置是做得OK的 但是我覺得 那段 又是比較長的 因為 馬多應該差不多 第3、4集的時候 就走了 但是他好像 到第7集 才再振作回來 即是 第6集 其實 他在雜數上面 花的蝙蝠比較多 我反而覺得 因為他花這個蝙蝠 令到我覺得 就是這班 這班人 其實在他們 共同心目裡面 有個人情味 即是不同 不同同仁的那條 謀利 他在黑貓拳那裡 死了之後 那個人是不夠幾天 之後 就沒事了 即是放了一個款 在那裡 我死了 我死了自己的團員 我真的很孤獨 我只會獨行 我只會獨行 他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他這個轉折 當然你說 可能是花蝙蝠大了 但因為他要表達 他不是表達一個角色 他要表達五個角色 那五個角色 怎樣走出 他們的心理陰影 但是反而是 蝙蝠主要集中 都是在蝦爾身上 他有個醞養 我覺得 即是其他的角色 對於他死亡 當然有描寫 但蝙蝠絕對 不會夠蝦爾 阿夢儀其實是什麼 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 很簡單 他純粹說 因為沒有了一個 很重要的同伴 那麼 即是卡路 簡單而言 就是什麼 崩潰 崩潰 他是崩潰 他直接崩潰 其實最主要是 哈爾和藍德 這兩個角色 其實是 最重要的 哈爾其實是什麼 他在摸索 沒有了 馬拉多之後 究竟要怎樣做 因為對他來說 他們都要繼續向前走 而 藍德其實 藍德其實 他表演得其實 一件事很好 藍德是清楚自己 是一個什麼的角色 在團隊裡面 他就是一個 土人厭的角色 他在說一些 很合邏輯 但是你聽到他 會覺得是很無人情 很算是 但他永遠就是 很黑人真 那些地方裡面 反駁不到他 因為他發覺 他說的東西 一定有一定的正確性 尤其是 而他剛才說 那個尤其是 很好的地方 因為正如他所說 就是在團隊裡面 做得正確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需要你 我受歡迎 最重要的是 其實他整個 時速都是很慢 你沒有一些 這樣的角色 他真的可以燒 差不多一季 我覺得 他絕對 他可以做連番 還有我不覺得 那六集 第三集 死了之後 四五六七 去鎮作那裡 只是說馬爾多 因為他要說 梅利 梅利 怎麼融入團隊 因為正正是 最適合的 就是梅利 那一刻還有賤 但是那次鎮得回 團隊成長 就是那裡 這一個位置 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用梅利 這個神官 他的行事方式 去對比 去諷刺 其實是 這一隊團隊 其實之前 他們自己看錯了一些事情 他們自己都 是他們的不成熟 才會顯身 就是馬爾多的死 因為其實就是 梅利的行事方式 他的行事方式 就是什麼 受小傷 他不會撩你 他不會上前 去抵擋任何的攻擊 就是叫做什麼 他純粹就是 做他支援 類型的角色 開頭 其實你可以看到 阿梅利 做到那個角色 就好像什麼 用來打仗遊 總之我有派對 有錢 有分給我 我隨便做些事情 就算了 但是 開頭給你這個感覺 其實你聽到他一些對話 他其實跟藍德開頭 是有幾次 我用形象化說 他跟他說 他受過傷 叫他立即幫他回復 那句話 如果用R虛之形象化 認識來講 就是什麼 大哥 你60血 你扣了5血 你過梅利 你有沒有問題 我梅利 要塞10MP 大家保你20血 等你多三個小聲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 Overheal 這件事很嚴重 這件事很嚴重 但是當初 馬多都是因為MP不足夠而死 這件事就是我們MMO術語裡面的OOM 沒有minor 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這些話其實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他不是用遊戲術語去包裝這件事 他真的用一個現實環境 其實其他作品很少做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知道 其實他是用一個遊戲的方式 看完動畫 如果你自己有玩過MMORPG 或者其他RPG 你會有個概念在你那裡 其實反而這樣是高明的 因為你不需要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觀是遊戲實環 所以你是自己去感受這件事 他將這些所謂即時治療 有受傷就立即治療就沒事 這些是很打機 就算我們一些幻想世界的治療魔法 都要一段時間身後的治療魔法 然後就立即沒事了 那些是很網路遊戲MMO的感覺 但是很數值香的東西 他做到的感覺是很現實 即使你說另外一套 他不是走MMO 地下城蟹後那一套 即是那句話 Mental Down 他沒有man out 我說我頂你這個位 什麼沒有man 你看到他man out 難道你看到他的MP嗎 那一套我完全不知道 是讀錯了劇本的感覺 他很自然地叫他出來 那句話 你沒有看立法會 先停一停喝一杯水 即是等於 你知不知道如果數他的東西 如果轉回馬拉多的死的時候 他會說什麼 沒有HP 我手上說 我紅色VS 不是 他的HP根源頭 都沒有泡沾血 然後他掩住個箱子 就是這樣的話 我紅色VS 然後 不是 你看Sao Sao就可以 他血液到紅色VS SAO那種就不一樣 SAO那種真是有 他真的有 他真的有條麻油 她是這種感覺 但是 所以我覺得他這裏,尤其是在梅利行事模式的對白裏面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的見譜是非常之好的 他的行動模式,就算你認識MMO的 或者是RLP遊戲的術語 你就知道他的行動模式是對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不對就是因為什麼呢? 你對這班角色有了一個感情在 你覺得就是他們好像都很辛苦 給他們一些信用,因為受傷都會叫痛的 不是像SAO那些,那些痛是扮出來的 那個角色扮出來的,他們真是驚喜 那些星貓氣流三國奇,其實他們是不會痛的 我知道我經常被SAO大大都習慣 我想那件事就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的同情 其實是跟著主角的想法 我們慢慢就發覺梅利過去之後 就發覺梅利做得正確,其實他是不想像隊友那樣 我什麼都做了,我這樣反而害死了我當年的隊友 他就用一個掃之以情的方式 我告訴你,他現在的行事方式是因為經歷過過去 他都失去了同伴 他重疊了兩面就覺得 亦都是哈爾在作為隊長這個崗位裡面 他慢慢成長 對,還有好的地方就是我喜歡 就是那個團隊裡面的想法是很真實的 他一開始就像每個人一樣的 一個人都是自我中心的 首當其中就覺得,為什麼他要這麼冷淡 為什麼他要這麼冷漠 我們好像很歡迎他 但我們真的有反思 其實我真的這麼歡迎他嗎? 我們做的事情是不是這麼正確呢? 為什麼扣了5HP你都不會放下? 大家開始發覺5HP而已 然後就發覺,其實真的不會死 真的只有5HP 我最喜歡梅里那一句 他看著Morcuso說 你們是台灣來的,騙到一點點沒有東西 然後他們就發覺原來為什麼會有東西 因為他沒有頭盔 其實是一個很正確的 我想說他的思考模式是這樣的 他又不是被嚇後燈 他的問題是解決才有成長 應該說他們一開始有一個過於依賴 就是不用自己思考方式 他怎樣去扶持同伴 因為他們都說過 這個世界沒有原因 他可能看著他是很難過 但是他也有他不知道 或者是不擅長的東西 所以就說 你就是要用自己擅長的東西去彌補 或者減輕他的負擔 他這裏最大的明顯的表現 在這套作品裏面就是什麼呢 哈爾叫做龐白色聚術的 就是這班角色 學了一個什麼新技能 而這個新技能對團隊有什麼幫助 但是我這個時候要說 我為什麼會對這套東西失望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一開始他描述的戰鬥是很詳細的 而他很精確地描述到他們 打得多麼絕劣 打得多麼差 第四集也還好一點點 開始說他為什麼打得有進步 這些第一步也好一點 但是之後打得他們開始有這麼強勁 我開始有點不好明白 他們其實有多厲害 打得 可能有一個龐白描述他們學了一些新技能 說他們怎麼幫到團隊 但我不是很在戰鬥裡面 用動作去表現到 這個我不太喜歡 第二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適合人者會覺得 或者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一套《夜劇節奏》這麼慢 其實太多龐白了 其實是因為 我預計了 我沒有在原作小說 應該是哈爾的龐白 應該是在小說中招搬出來的 我猜應該是 所以他每一句說話都要用它龐白 去說回這件事情 才能令到這麼慢 所以是 鏡花所說的新技能 他有介紹過 但是介紹完 你在後面的戰鬥 你不會很著重 因為那一招 令到戰鬥有什麼影響 或者是這樣說的 節奏慢的問題 的確是這套作品的特色 其實技能方面 我自己會有另一個看法 我的看法是什麼 正正是因為 其實這套作品 無論他們每個人 去到最終 都只有兩至三個技能 你看到在所有戰鬥裡面 尤其是藍德 最主要就是 排槍 排槍 然後就是 我打槍 然後你吃我吃 那些技能 開始就是他們很熟練 而且就是 你要知道那個技能效果 無論用魔法也好 孟兒用刀 還有就是 他學了招生技能 提升自己射箭的命中率 也好 這些 還有當然 哈爾那個 你講 以技能來說 是哈爾被神化得太厲害 那天就是射箭魔法 我也是這樣說 即是他那一刻就說 我相信 其實呢 那一刻不是技能 那一刻偶爾發動 錯了 被動機 那個不是 那個 因為 他是盜冊 盜冊 在如果RPG裡面 什麼 爆擊率高 其實那刻是爆擊率的提示 我明白 一插眼就會死 你真的厲害 一插眼就爆死了 那這個故事裡面一直都是這樣 接著就是 無論就是 了解多些梅莉的過去 那 就快點轉了想追求梅莉 那你不否認他好像是追求女的 對 對 你實際上梅莉都好像是什麼 每次都是擺姿勢 就好像是引誘的 那樣 怎麼看梅莉都是主動去被他扣 人家很被動的 好嗎 雖然我不太喜歡最後那一幕 是主角屈能全開的感覺 雖然我知道他有少少地想鋪陳 但可能不是太舊的關係 對 因為實在太誇張了 他不是真的同型 他不是成衛 他不是 他前面就是說團隊合作 大家多努力去逃出 最後他一個人戰鬥的時候 就直死至亡人 有些出現 之前團隊合作是逃跑的 不是打到他 他就來死你 那種逃跑的 但是在中間裡面少了很多所謂的 叫做什麼呢 消耗戰 其實可能你要給我這個感覺就是什麼呢 哈爾最後這一刀 其實真的是補刀 就是叫什麼呢 他們差一點點打死 不過他們是不察覺這件事 但最慘的是 他又說他受了傷 是受了傷 但是越來越空殘 沒有表達受了傷 他很虛弱 他覺得他很厲害 他越來越難纏 不停加強難度 但是你又說 他一刀解決 那就很出氣了 其實你那一幕比較容易 譬如說那隻狼 可能真的有汪彩功力很高 但是身影插了箭 壓力流血 流血 那你都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他可能有機會就是你 這個位置 你如果說的話 這個位置做得好的 你說 我們之前說的就是 地下城蟹后 對那隻牛頭人那時候 其實真的做到這件事了 那隻牛頭人真的受 就是叫做什麼 你是看著他受了傷 那最後就是什麼呢 怎樣打人 就是叫做什麼 你知道就是 他經過叫做他都有消耗 那最後就是看你死還是我死 當然一定是你死 我經常記得那個畫面 有一堆食花生 有一堆床 然後這裡有些難得 那些人在那裡 哇你看看 那隻牛頭 那隻死黃蟹 其實已經很賤的了 已經很虛弱了 哎呀怎麼刺中了 哎呀自然不中 那就是畫面 你那些那些什麼 送足金金喉的朋友 對呀我就這樣說 因為其實他其他 其他角色也都說得很好的 即使其實就算是 連琦 他的出場也是什麼 叫做什麼 棄手很強 一來到之後 馬多死了 嗯 我知道要做白金 金幣 受益的金幣 好嗎 你叫他戒掉底褲 哈哈哈哈 不知道 講個數字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位置 你見到就是 好像在同情著 這班可憐的見習義勇兵 可憐的錯了 是的 就是作為一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等同於在 新手區裏面 有些人說 求新手劍 的情況 球大大 對 球大大carry 但是當然你說 其實他這些 所謂的細角色 其實我覺得 就算你說好像情報 介紹梅莉給他 出色的人 還有就是說 梅莉過去的同伴 埋了手 去了一個新的騎士團 又好 其實這些細角色 其實他都說到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背負 每個人都有自己 好像說 我只是搞自己 都自顧不下 其實你們自己顧自己 當然 我們一直都沒有說 要說回 我們最重要的主角 這裏分兩部 其實最主要都是 哥布林 之後地精 一定都沒有地精 我以為你是哥布林 那班人地什麼精 那班人狼人 根本就是 不如叫他們 都是一個狼人 狼人的哥布林 我覺得這樣 先回到整個故事的主題 哥布林十手 他都說 那個地城 分了很多層 頭三層就是地精 下面就是不知道什麼 先不要說 先說回我們最核心的哥布林 之前我們說過就是哥布林的身體 它是一個Drographic Channel 之前是說他們的身體 在馬勒多的死去到成功復仇 在達姆多那裡 遷滅了哥布林的集團之後 那裏是說什麼 哥布林的社會形態 真的有說到外街的哥布林和內街的哥布林 是有不同的生態的 他叫做什麼呢 他們經主角群出沒的那個地區 那個是外城區 那裏就是什麼呢 男多女少 那些女的去了哪裡 那些女的哥布林 全部都是被一些強而有力的 波布林的雄星 在這個新街市區那裏保護著 還不止的 其實你看到 你如果是看第八集叫做 《殲滅報仇》那一節裏的哥布林 你看到那一節 你看到社會形態 我是看到一個什麼的社會形態 黑社會的社會形態 一個人就拿著一把槍 在那裏扮演 然後有些人就在那裏 在那裏睡覺 然後又不知道在那裏做什麼 我一看那裏說 喂 這個是毒品鬥來的 下面那些是小混混來的 就是玩倒坨 給個大佬踢 下面是竹象棋 是Godfather 很有格調 所以你知道就是 哥布林 你就清楚了 哥布林其中的社會形態 他是一個黑社會的社會形態 是啊 他是Godfather 然後就算 就算是男 他說那些女的哥布林 這個男的哥布林 很明顯就是什麼 原來人口販賣 不如販賣自己的同族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 這些外面做大石炒飯的女人 怎麼會進去 不是 很明顯就是這個生態 可能 舊街市是經營這個 經營一個技仔 當然他沒有去到我們 不知道 說不定有這個哥布林的城市 跟人類的城市一樣 但是全部轉了哥布林 真不奇怪 你知道哥布林 也有檢私的習慣嗎 在他們 在哈爾摔了一把匕首之後 其中有另一個方法 就撕了那把匕首 那這個就是 你打網絡也知道 哥布林很像 不過我們打機裡面 哥布林就不會用我們的武器 那這裡就是 哥布林也會用其他的武器 還有多一點就是 哥布林也有分開智慧的種類 一開始也有說到 但是更加厲害的就是 其實他懂得你的戰術 他懂得用什麼技能去迴避你 這樣 你看到哥布林用的武器都不同 有些用刀子 有些用大劍 有些用攻 其實同樣是一樣的 他差了可能沒有神官 可能內街那邊的女兒就是哥布林神官 可能是 哥布林神官被人抓走 過了當區 去了機仔那邊 所以你看到 他這裡也有說到 哥布林的社會 他們的層級形態 這套東西真的很完整 他把哥布林基本上所有的東西 都傳出出來 然後就可以了 打所謂的地精 即是狼人 其實那個位置其實是薄弱了一點的 也有一個礦山的黑暗工廠的 有地精和狼人 兩個種族 其實是一樣的 他地精是狼人 其實也是 他形容是地精 他形容狼人也是地精 但我們一看到那些 哪些是地精 其實你的樣子真的差很遠 不是 他一至三層的那些 真的是地精 你不要理會 你那個世界把這些狼人分類 就是地精 你不要質疑他們的真理學分類 這裡有什麼 他在這裡的進一步的描述 就是說 一個社會成家 叫做什麼 戰民 勞工 和權力階層 真的是 有奴隸制度 對 他就是分了這個 在這個礦山裡面 不過這裡就沒有之前這麼大的蝙蝠 因為已經側重了主角方那方面 挺有趣的地方就是 是描寫這個怪獸 妖怪的社會層面 都描述那個世界本身的 也有圈陽 你看到第四層的 豬 但是人類 那些冒險團隊在那個城市裡面發生什麼事 反而少說 但是這件事 其實大家想到挺online game 其實你不需要說這麼多人類城市本身的事情 你想想一下 冒險就是區域的 那條是新手村 那條是新手村來的 如果人們出去外面真的做一個護衛兵都沒有做 可能之後會說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說 其實他裡面也說了 這些所謂的設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在哥布林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什麼呢 他已經滿足了 大部分人對哥布林的 好球之獄 就是我覺得 唯一差的那部就是 主角群最後是 在中期裡面 他被稱為哥布林殺手 但是那時候就完了 這個問題就是 跟他什麼 十歲打都紅的成就 沒有的 他也是那個位置 等同意就是 你在酒館裡面 那晚是NPC 當你達成一個 專門回到村裡面 那些人就會給你一個稱號 不是 因為他達成一個隱藏條件 殺了100隻哥布林 應該只有100隻 可能殺到村子 我們五光殺完笔 六光殺完笔 六八隻 正常來說 這些稱號 其他很厲害的人 是不會拿到的 他不會拿這個哥布林 到那麼久 可能他上面有彈了 成就啟動 那個圖案是很難的 就是他們對他們 都是叫做 好像鳳姐那樣 哇 你們是不是想著 你們想著 是不是滅摩哥布林 其實是不是 不是 你們是不是想著 殺哥布林 十里波劍神 十隻哥布林 十隻哥布林 但他幫我滅住 這個 唯一你叫做他沒有解釋 就是為什麼 他沒有去詳細地 將那個地區的哥布林 的分佈 就是他慢慢殲滅了 這個地區的哥布林 這件事做什麼 如果做出來 其實真的是殲滅戰 所以是很成功 當然你說這套事裡面 另外最後的就是 他們之間的 有藥無的感情關係 其實 這件事是不給那個人 很重要的 我現在才說 所以 但是你記得 哈爾和梅莉 其實他那種就是什麼 就是吸你錢 是呀 再一起把這兩個 麻煩快點 馬納多就經常 以一個幽靈的身份 在這裏 哈爾做一個隊長 辛苦做一個幻覺 不是做隊長的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不過我也覺得挺好的 一開始說過 一部電影一半打起一半 一半起 尤其是 最後他也說 沒有忘記一些角色 就好像 馬納多死了 第三集已經死了 也是C柱 然後跟著 他們任何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沒有忘記過 這個角色 很多不同的作品裡面 是死了之後 他在必要時候 或者在追求女兒的時候 他才拿回那個東西出來 梅莉出現的時候 也是跟追求女兒 有半一半的關係 但是 哈爾是無時無刻 都記住馬納多 其實他是 真愛 甚至是最後 你最能體現的 就是他們 整班人 甚至 都不是很多錢 他們都願意去買一個 真正的義勇軍的證明 他目前還給馬納多一個名分 他不放得馬納多 我怎能接受沒利 不過 我說回一點點 未忘人的事 我都明白 哈哈哈哈 我想說回一點點 就是說回人物絕定 我最後一樣想說 就是 一開始那三集比較多 是說夢兒和直黑路 但是之後 就有點失敗了他們兩個 反而說得 藍那邊比較多 其實甚至乎 坦都沒什麼 坦反而我覺得OK 有一幕就說 就是馬納多死了之後 藍德和哈爾 吵架的憤怒 但是他在戰鬥的時候 他人不同了 我覺得這些都OK 其實他不需要太多 和戰士 哈哈哈哈 而且 我覺得藍德那個 是最輕巧的 藍德那個是不用有很多劇情 但是在戰鬥裡面 已經說了他人的性格 他出場的地方 他就會顯現到他自己 其實他的存在感 是很強的 真的很強 你看到就是 當藍德就說 你們先走 我電 不是我電口去 因為他掉了下去 哈哈 這個時候 所有人都覺得 是少了把聲 對他們來說 是很不習慣 不是因為團隊有六個人 那你少了一個人 是很不習慣 少了誰都不習慣 但是他們才真正 其實你已經習慣了他 而且藍德真的做到那件事 是他的戰鬥也好 他所有言行都可以 都可以和他的角色表現到一個性格 是那些不需要說太多 但是這套東西 去到最後其實就是什麼呢 作畫方面 其實他一貫保持到一個童話式那種 當然他再加了一些灰階層的東西 就令到那個效果好像很悲傷 因為經常都下雨 又會下雪 你是不是意思是冷吃 玩法沉寵的地方 他整套東西裡面唯一唯一 他是有一個的作畫失誤 是 就是藍德 藍德大家記得就是 在他叫做 掉下去之後 他的頭盔是掛著了 那些人好像想做到他死那樣 不是他在滴血 然後上到他上面 你看回有一集 他的頭盔是出現的 是嗎?我真的忘記錯了 是嗎?我真的忘記錯了 是回憶 不是回憶 他好像在豬那裡 在豬之後那裡 在豬之後那裡 然後他的頭盔是無緣無故出現的 大家去掛著頭盔給我們看 即是怎樣 美國對著一個盤你會掉鐵 這樣 不是雷神的槌 應該會飛發快速 但不是你 反而我最喜歡 你為了畫的話 是他每個間段時間 每張插畫 真的很漂亮 其實今集的預告圖 我最初是有想用那個的 但我最後用了另一套 用了梅里 大家再看 這套東西 老實說真的吸引到我 我真的想去看原作 究竟 他死誰 老實說 死呢 就肯定是死兒子 我猜應該會死人 會繼續再死人 是的 在現在這個團隊裡面死的是誰 但其實一季都是死一季 我明白了 那些兒子不斷死 那些女兒不斷加入 就算是突然間恐怖 變質了 哈爾伯格好像不是很對老的團隊 哇 那藍德跟那個團隊很危險 現在 所以 一定要買好這個勳章 給他 然後可以換人 你不要再纏著我 大哥 那麼多個 紅白那個這個抱 這個又纏著我 我就沒有搞你那條 等等 沒有纏著我 那你這樣說到 那個義勇軍 偉章 即是驅魔符 可以不可以 我就難得死 不是 我明白了 主角 他有直四季魔符 這個技能 要接觸死亡才有 但問題 他自己沒有死過 他是別人在他旁邊死了 他接觸他的死亡才升級 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這套東西 如果是搞 他的Size 叫做什麼 MXQ版故事 是說他們 怎樣去背前 是說 惡得拿到了 耶 我覺得挺有趣的 如果他做這些 叫做四格Q版的話 但我覺得 很值得 推介各位聽眾 看回這套作品 你會感覺到 那個 殘酷 還有就是 這班人 其實你好像 陪著他們成長的感覺 他這套最重要的 就是那種真實感 是異世界的真實感 到 現在結束了 應該會好些 會覺得沒那麼慢 一次過看 應該會好些 對 還有一些打不差的 所以比較耐性 Anyway 這套東西暫時來說 灰又不是很灰的 其實 情緒最慢 最灰的是 馬拉多 其實不是 郭布林 馬拉多死了一個 郭布林 扣著女兒 郭布林 都經常有風光過 馬拉多是沒有風光過 不是啊 我經常都覺得 他有風光大狀 我經常都覺得 最後最後一個 我經常覺得 哈爾的幻覺 是尼主 就是覺得就是什麼 或者他被馬拉多前耳 揹 你這傢伙又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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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說的是什麼 馬拉多死的時候 哈爾 你 其實這句 我真的可以拿點 你的嘟嘟 你又立Fat 我又立Fat 為什麼死的是我 是啊 你又立愛情Fat 你想一下後面 我又立Fat 你又立Fat 你立Fat 然後 又有女兒 又有型了 又有勁了 又有錢 死的又 不是你掉下去的男德 你掉下去 又有主角威能開我 大哥都被你殺賣了 是 說了 公平嗎 所以這個 我覺得其實 那個 馬拉多 經常出現在哈爾 的腦海裡面 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哈爾都知道自己不對 所以他幻想了馬拉多出來 所以灰語或是馬拉多 所以他每次 他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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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什麼呢 跟馬拉多對答 他沒有那裡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說 大哥 不要再遲遲了 哈哈 我買多一張嗎 就是 我最多 我最多消一些金銀衣紙給你 我連徽章都幫你買賣 我們期待灰語或是馬拉多的耳鬼 其實那個 那五個字 是不是馬拉多 就是馬拉多的耳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伏筆 伏筆 是的 那我們這套 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